EMDB丑闻除了前首相纳吉深陷泥沼 还有他的家人也难以幸免 今早大约9点45分 他的妻子罗斯玛和两名儿子 季平和李扎阿兹 抵达全国商业罪案调查部 针对EMDB舞弊案件 以及博威年公寓被充公的财务 接受文化录取口供 有别于以往的亲和笑容 罗斯玛和他的儿子快速步入了电梯 全程不苟言笑 互发抑郁 根据消息指出 罗斯玛和他的儿子们 是在十点半开始录工 并在下午一点十分左右 被目击从后门乘车离开 而接获消息的媒体记者朋友们 也纷纷撤离了现场